大家好,我是尔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之前的国航PS4游戏机已经做了港服备份 可以登录港服PSN账号 后来我又买了国航的PS5 具体是如何把PS4的这些备份转移到PS5上的 转移之后,国航的PS5也可以正常登录港服的PSN 游玩以前购买的游戏 也可以购买新游戏 我把整个过程录了视频 现在做一个视频讲解的分享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小伙伴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PS5的第一次开机画面 这个画面是很难得的 我看了两次 这是第一台PS5从抖音买的 但是我忘了开声音 第二次是从顺电买的PS5 我也看了,但是又忘了开音箱 所以这两次我都没有听见声音 下面说一下连接情况 首先用PS5自带的数据线 把手柄和机器连接 因为第一次开机画面的时候需要 现在各位看到的 另外呢,我还用了一根网线 把PS4 Sleem和PS5连接起来 现在PS4和PS5都是背朝向我 用普通的牵着网线就可以 两米左右长度不到10块钱 各位参考一下 两台机器用WiFi连接也可以 不过据网上人说 用网线速度更快一些 能节省很多时间 用WiFi时间很长 第一次开机需要很多设置 这个和手机一样 我开始用的是有线连接 后来发现不对 我并没有把游戏机连到路由器上 而是两台游戏机连接 这样是没有网的 后来改用了WiFi 网络连接以后 设置屏幕显示区域 还有HDR 还有一些其他设置 这些设置我都没动 按照默认值走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登录账号 登录账号这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的PS4和PS5都是国行的 在迁移数据的时候 需要一个国服的PSN账号 国服的机器 那肯定是要登录国服的账号 然后再做别的事 比如港服的备份 或者数据迁移 我这个国服的账号 还是在四年前 买PS4 Slim的时候注册的 这四年几乎没怎么用过 只是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用到 现在迁移也用到了 国服的PSN账号是免费注册的 可能是我很久没用的缘故 用这台新的PS5 无法登录国行的PSN账号 后来我在网页段也登录了一次 发现也是不可以的 他说要求实名认证 然后点击了这里 重新发送电子邮件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在这 请确认账号 然后点击链接之后呢 他是这样的 进行实名认证 好验证完毕 账号是没问题了 好信息没问题 下面看地区是中国大陆 现在账号没问题了 在网页段可以正常登录 回到PS5也可以顺利登录账号 登录之后再做一系列的设置 从PS5的第一次开机画面之后 先是主机机器相关的设置 然后是账号相关的设置 第三步就是迁移数据 从PS4迁移数据 或者是恢复之前的备份数据 我选择的是从PS4传输数据 首先这PS4要开机 并且和PS5在同一个网络下 或者是用网线直连 我现在用的是 既在同一个WiFi网络下 又用了网线直连 另外我只有一个显示器 PS5接到 这个27英寸的4K显示器上 另外那PS4 Slim 我用了一个采集卡 视频信号输出到苹果笔记本上 这样也作为两台屏幕 如果只有一台显示器 应该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要频繁切换 HDMI的信号输入端 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 这时候PS5会找到 同一网络的PS4 然后看见这台PS4 一共有两个账号 默认全选点继续 它会提示奖杯信息未同步 然后点击继续 这时候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账号信息 这是必选的 下面还有一个 已保存的数据是5.52G 这也要选择点击继续 换句话说 传输这台PS4的数据 一共有五个多G 然后下一步是选择游戏 和应用程序 这些游戏有的是数字版 有的是光盘版 我觉得没有必要传输 等以后在PS5上单独下载即可 然后全部选 点击继续 它这里提示预计需要一分钟 这是不可能的 下面说一下它这里面都传输了什么东西 我感觉几乎把PS4所有的数据都传过来了 除了游戏 这里面包括两个账号的登录信息 还有就是我之前玩过的所有游戏的存档 这个阶段时间比较长 我们挑过 中间它会重启一次机器 在传输过程中 PS4的画面是这样的 正在准备传送 请勿关闭PS4电源 PS5的画面是这样的 这时候PS4在重启 PS5又是这样的 还是两个一块看吧 在重启PS4之前 PS5的画面显示的是准备传输数据 当PS4重启之后 PS5的画面显示的是正在传输数据 数据传输完成之后 PS5会重新启动 PS4也会重新启动 接下来就可以正常使用PS5了 因为我的PS4是国行的 在刚买的时候已经做了港服的备份 可以正常登陆港服的PSN 经过这次数据迁移 我的PS5也相当于恢复了备份 也可以正常登陆港服账号 购买游戏 玩之前购买过的游戏 如果你之前没买过PS4 是一台全新的国行PS5 那么建议你去淘宝找一下备份服务 恢复商家给你提供的备份文件 把备份文件放到U盘上 让PS5恢复备份 这样你的国行PS5也可以正常登陆港服的账号了 具体方法和流程网上有效程 商家也会给你提供完善的服务 我在四年前购买的价格是25块钱 现在应该是更便宜了 或者你找一个有港服PS5的朋友 他也可以帮你备份一下 最后说一下 恢复备份之后 从PS4迁移数据登陆PS5之后 默认登陆的是国服的PSN账号 我们需要手动切换成港服的PSN账号 迁移数据的时候 已经把港服的账号迁移到了PS5 但是安全起见 默认出现了用户名 但是密码需要手动输入 以上就是本次的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等以后再有新的PS5的设置 以及Ur体验 再和各位分享 我是尔差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次见